來自當頭,舊媒體人不知道的市場現實利世民一傳媒是極少數能夠將影響力由紙媒帶到網上, 也可算是有點利潤資料圖片是廣告業跟不上,不止一次聽到有舊媒體人如是說新舊媒體, 我都做過坦白說,我一直都覺得,這個行業當中,無論是media blue isle 或sales,聰明人有知,但也有不少私偉素餐者在強勢媒體做sales, 基本上是生意賺上門但是到了經濟環境稍差,生意額回落,只要說自己條數好過對家,就自覺問心無愧者總用逼人表現來為自己定位, 是香港風俗,只好見怪不怪之於media blue isle ,我認識得比較深入,是網站的簡單講,網站的media blue isle 每年會開級網站一個最低保證收入, 然後就在包覽了網站的廣告內造增幾何時,新聞網站仍然是媒體公司的實驗室,可有可無, 這些media blue isle 有一定的生存空間可視,不要忘記媒體公司自己也有營業部,要跑數他們才有方法 我見過有媒體公司在七、八年前,大舉網媒化,尤其力工手機,也同時將網站廣告的主權回收, 一年內收入急升五十百分之由傳統媒體轉到網上,成功例子多嘛,絕無僅有一傳媒,是極少數能夠將影響力由紙媒帶到網上, 也可以算是有點利潤當然,要是將內容成本也算進去,很難說是賺大錢既然連一傳媒上且與此,其他媒體的環境,不容樂觀話說回頭, 當年我還做新聞網站和手機程式的時候,已經有個疑問,既然在互聯網上散佈資訊的成本可以說是零, 廣告商為什麼要用老方法,要花錢將廣告放在新聞旁邊,事實上,最能吸引眼球的內容, 除了新聞,還有各種古靈精介的標題,所以在過去十年八載,網上愈來愈多像 《李嘉誠》22條人生法則的機械式文章也有網絡僱傭兵遊擊隊,四處鐵文,難聽一點, 跟五毛黨沒有多大分別高手一點的、拍條搞笑的短片,置入式內容, 有得了正路一點的大企業,也漸漸放棄了廣告,改為直接做相關的內容,務求直接影響消費者。 這個新興行業,叫做Content Marketing說廣告業跟不上,只是舊媒體人的一廂情願, 實情是市場跟媒體早就各走各路,跟不上的,是舊媒體人李世文。